全美多州的儿童医院近期都出现了住院患儿激增的情况 背后的原因指向呼吸道传染病的激增 特别是人类呼吸道荷包病毒RSV CDC数据显示 近几周来RSV病毒的减出率和报告病例均处于快速拉升的状态 RSV是一种可以通过飞沫和物体表面传播的病毒 康涅狄格州儿童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介绍 从9月开始因为RSV住院的儿童数量便开始出现激增 这种情况也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随着病房爆满 医院正在与国民警卫队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展开磋商 考虑在住院楼外面再搭一个野战医院 而在华盛顿特区 加州 马萨诸瑟 北卡罗莱纳 伊利诺伊等州 都出现医院被RSV患者塞满的情况 新奥梁儿童医院的传染病专家表示 除了RSV外 近几周流感病毒和普通感冒的患儿也开始增多 10月21日 负责调查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向前总统特朗普发出传票 此外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当天宣布一项裁决 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白宫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 因藐视国会被判处4个月监禁以及6500美元罚款 班农表示将提出上诉 据CBSLA10月20日的报道 加州官员警告公众要警惕电子福利转账EBT诈骗的猖獗增长 这些诈骗会破坏人们的银行账户 越来越多的网络犯罪分子开始将目标对准EBT系统 该系统旨在为加州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提供福利 自2021年以来 报告福利被盗的频率增加了近4000% 据加州社会服务部称 截至去年7月 加州为诈骗索赔支付了约9.2万美元 到2022年的同一时间 他们向EBT欺诈的受害者支付了近380万美元 在短短12个月的时间里 加州总共因诈骗损失了近2400万美元 专家警告那些使用EBT的人要格外警惕 密切关注每一笔交易 因为骗子似乎每次只能取出少量的钱 以避免引人注目 加州计划偿还所有的欺诈索赔 但如果在三年内提交第二次索赔 他们可能不会偿还损失的资金 10月20日据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人士和一份文件报道 特斯拉CEO马斯克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 将推特的7500名员工人数减少到2000多人 裁员幅度高达75% 在经过数月的法律纠纷之后 马斯克斥资440亿美元收购的计划事项正在有序向前推进 很有可能在10月28日之前完成 推特总法律顾问肖恩·埃奇特警告员工 随着交易接近稳升 预计会有大量的公开谣言和猜测 自从合并协议已尽到位 没有任何全公司裁员的计划 另有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政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顾虑 正在讨论是否对马斯克的商业交易进行安全审查 包括推特收购计划以及SpaceX的星链互联网服务 10月21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推文宣布 加拿大境内将不再允许购买出售或转让手枪 加全国已经禁止了1500多种攻击式枪支 国家手枪冻结是加拿大政府解决枪支暴力综合计划的一部分 2022年5月 加拿大首次宣布了国家手枪冻结 同时还宣布了40多年来最强的枪支管制措施C21 C21法案建议采取进一步措施 防止枪支落入坏人之手 例如吊销参与家庭暴力或刑事骚扰行为者的枪支许可证 继续打击枪支走私和泛运 以及为执法部门提供更多调查枪支犯罪的工具 目前该法案仍然在议会辩论阶段 外国一定要 tun入均砾 不 seconds 对 不 �를 不 不 無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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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 不